Hello 各位AM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Edward Chan 其实都跟这几年的祭遇有这些关系 首先可能因为去年的《全民造星》 在那里做了一些评判的工作 观众给我的反应就是 原来你们对监制的工作都有兴趣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信心打好了的过程 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制作一些年轻偶像的时候 他们的涌等都爱屋及乌 就给很多支持我们在幕后做音乐的朋友 不过确实他们在我身上的外戴 这件事最初是有点措手不及的 但是渐渐当然是有人爱戴爱识 那是一定是好事 所以现在都开始习惯了 当我回望回这个职业 我要做一件事代表着这个职业 我就有个感觉 好像经历之中 都有不同的年代歌手 大家都依然维持着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鼓起勇气去翻开手机 就去邀请他们各人 都很开心他们一呼百应 就答应了是他们所有朋友 在我邀请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令我很感动 虽然我们未必每一个歌手 真的好像见客 日常见面见很多 或者整天出来吃饭 醉很多 但是在这些这么重要的时刻 他们好像观感 就好像将我们的存款 友情存款 一起图出来 去摆在面前 这些就是我们感情的储蓄 尤其是一些跨年代歌手合作 我都很希望在今次的音乐会里面做得到 因为平时未必有这样的基调去做这件事 而很开心今次自己这个音乐会 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平台 我都很希望可以 line up 到一些比较不常见的组合 有些直接是artists自己 request 我可不可以和他合作 我会觉得 竟然会不会是你一些的回忆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show 好像做了很多不同的机会出来 这个机会我如果好好把握到 确实可以留下一些很好的回忆 我会感觉到 虽然他们是不同年代出道的歌手 但如果他们拥有相同的特质 我都很想把它们放在一起 碰了一些火花出来 我会立刻想起 在录音室和薛凯琪跳唇印那只舞 是啊 即是我们录音的时候 大家在想 如果我这首歌要跳舞的话 跳什么舞步呢 我不是一个跳舞的人 他跳舞 但他不是一个排舞的人 所以大家就量了一些很cute 或者作词 很低能 很傻奸 很傻气的动作 但是大家在录音室玩得很开心 也都想起 譬如和執田一些很深情的对话 他人情绪的起伏很大 而我就好像他的树洞那样 他不断地跟我讲这些情绪 也都勾起了 其实不同年代 我都好像和姜濤有一些这么深度的对谈 也都想起和Anson Lo Aidan 他们讲一些对工作的统景 对工作未来的编排 他们会拿我的建议 姜濤的图这首歌的特别之处 我会纯粹听到Demo的声音 在他底下 我的脑内立即领域扩展 在0.01 真的有这么小的时刻 就是 我一定要找一对合唱团回来 这对合唱团找回来之后 我一定要第一下声音 就要有一种震撼 那随即就很自然 在第二秒 我要回到大学 问大学的合唱团 他肯定帮我做这件事 也都随即打给我的 工程师的伙伴 King Kong 就说 我想六三十人的合唱团 有没有办法 怎么办 是十分钟 已经安排好所有的东西 已经知道自己要打什么电话 那个时刻 其实不是很清楚 做不做得到 但我只是想要 也都没有想过 计算要多少次 只是想要 后来就 看得到 无论大学的支持 身边的团队支持 做得整件事 随即就继续扩展 不行 我要拍Making of 多少钱我都要拍 我觉得这么难得的时刻 不记录下不行 就立即打给一个 我觉得很欣赏他拍Making of的朋友 你有没有空 过来帮我拍下 谁知道就做了三条 自己都很喜欢的Documentary 是的 如果以一个歌曲监制来说 我们做一首歌 就做一首歌 交完Master 就完成了 就很少搞这么多花神的东西 所以这首歌 都是一个好像 将自己的脑子里面 突然间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真的落实去扩展出来 给大家看到一个很实质的例子 我会觉得最特别之处就是 这种成长令到他们的作品里面 个人特色更加提高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最清楚自己 有很多时候我看的角度 是很不同的 那么变成了这个成长 它说得出自己想要些什么 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 可以给到一个新的perspective 我会觉得这个新得来 还是深一层的 令到我们这样去幻想一些 究竟是什么 很多选择 很多决定 要做的时候 是更加solid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成长 对于我来说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再加上我会觉得近年 大家都喜欢看一些有个性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他们 将自己的个性 展现在作品里面 是百利而无一害 我其实感觉到那些转变 不是真的字面上的转变 那些转变 其实只不过是 有一些隐藏了在内心的面向 有机会在用时间 和作品的数量多 他有机会可以发表到那些面向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那些 和姜濤自己本身的人 其实都是相符的 因为一个人 其实没有得一面倒地 所谓之开心不开心 兴奋或者比较沮丧 其实一个人的情绪 我们可以是很复杂 而这个很复杂的人的情绪 才是建构到我们的人的人性 那变成这个 我会觉得大家都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那件事 其实我和你都一样有的 只不过我们有没有机会 去将这些这样的复杂情绪 透过一些媒体 例如文字 歌曲 影像 它呈现了在人前 其实反而是耐性 我不觉得每一个 有才能的人 扔自己作品出来 是会有怨念的 大家都会有这个勇气 而且都想扔自己的作品出来的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因为多东西 资讯又发达 资讯量又多 那变成你会被看见的机会 当然是被分薄的 所以那个耐性就是 如何你这一招 继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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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别人看得到为止 一次看得到 两次看得到 一度去到发展 一度看得到 那变成 他们在这个状态下 有没有这个耐心 和足够的EQ 去迎接在过程中 所经历的喜悦乐呢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